無線萬千聲輝頒獎典禮2022 時帝大熱滿人選林敏聰 日前被爆 疑似沒有收到無線正式邀請 其後已有高層 親自打電話給他 叫他要出席 然而他今天下午 在社交平台篩出一張 他觸畫為自受傷 看似語種了的照片 並留言暗示未能出席 而在台慶頒獎禮的紅地毯上 他竟然現身 他撐著拐掌一拐一拐地走上紅地毯 與他主演劇集 下樓上車族的拍檔一起進場 並要由打扮性感的郭柏妍 扶實地走 下午才說完不可以出席 晚上驚喜現身 真是猜不到他